有朋友问,想实现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呢? 其实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并没有一个完全标准的答案,这跟个人的生活需求有关系。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天天住豪宅,开豪车,坐游艇,坐私人飞机才算是财务自由。 有的人觉得去超市想买啥就买啥,完全不用考虑价格,就可以称为财务自由。 这两类人眼中的财务自由显然有很大差别,需要的钱也相差很多。 以前网上有个很好玩的帖子,把财务自由划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级别,比如菜场自由,饭店自由,旅行自由,医疗自由等。 基础的菜场自由,大多数家庭都可以达到,级别越高,所需要的钱可能也就越多。 那么,要实现财务自由,到底需要多少金额呢? 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个法则,实现财务自由的4%法则。 这个4%法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学者威廉班根,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这个4%法则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投资一些股票,或者一些其他的金融资产,每年从退休金当中提取不超过4.2%的金额,用于支付日常生活所需。 那么,直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退休金是花不完的。 因为股票资产自己会增值,增值的幅度是可以超过每年4.2%的提取比例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 如果四手捂入4.2%就是4%,这就是俗称的4%法则。 我们要先剖析一下自己,希望实现什么级别的财务自由,然后算一下真实的开销。 假设我们一个家庭,每年需要开销的金额是10万块钱。 10万除以4%就等于250万。 这样的一个家庭,手里有250万的股票或者是债券资产,就具备了实现财务自由的可能性。 要注意一点,这里所说的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可能性。 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家庭一年的开销大概是多少,然后拿这个数字除以4%。 这个就是我们要实现财务自由,家庭所需要的一个财富的数字。 如何进行资产配置? 那不怕有一天提取完吗? 其实这些钱也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存放,而是要配置到资产中。 资产长期增值,可以弥补取用的部分。 长期来看,资产的增值速度超过4%就可以一直提取下去,不用担心会被提完。 4%法则的应用,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之前看过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不上班也有钱》。 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的一对小夫妻,他们用了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财务自由。 他们是怎么实现财务自由的呢? 首先,他们也是用了类似的4%法则,当时需要积累大约是3000万台币,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650万。 如果他拥有了650万人民币,乘以4%,每年可以提取,不超过26万来支撑他们的一个梦想。 他们这个梦想是啥? 就是实现财务自由,在环游全世界。 这个案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们确实是在十几年前。 通过这套方法,实现了财务自由,最后真的是环游全世界去了。 他们是怎么在十年的时间里? 积攒下大约650万的财富呢? 他们并没有去继承一套房子,不是卖了套房子,实现财务自由。 他们就是靠自己,通过工作,通过投资,截留,开源,定投。 这就是他们实现财务自由的三个主要方法。 第一个方法,截留。 截留,这个词,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了,就是省钱。 这里也不需要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省钱的技巧了。 我相信大家平时也都看到好多这方面的内容。 截留,从我自己的角度来感觉。 比较好用的方式主要有三个。 第一,记账。 很多人是没有记账的习惯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钱花到哪里去了,最后整体衡量我们的开销做截留,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记账。 第二,区分想要和必要。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时冲动,想要买一个东西。 比如,直播导购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冲动消费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觉得,对于家庭资产的积累来说,我们要区分想要和必要。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电商主播,他再给我们介绍一些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用。 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便宜,我要多疼点,只是想要,不是必要。 第三,给消费贴上一个生命标签。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意思,给消费贴上一个生命标签。 什么是给消费贴上一个生命标签呢? 比如说,你看好了一个手机,这个手机要花4000块钱。 你可以算一下自己一小时能赚多少钱。 一个月正常22个工作日,每天工作8小时。 一个月工作的时间是170多个小时。 你用自己的月收入除以自己工作的时间,就得到了自己的时薪。 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去算一下。 比如说你的时薪是100块,你买一个4000块的手机。 相当于你工作40个小时,手机消耗了你40个小时的生命。 这就是给消费贴上了一个生命标签。 想到这一点,在花很多钱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消费了。 第二个方法,开源。 仅仅仅节留是不够的。 节留是最容易做的,因为我们的总量可能比较小。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着去开源,要提高自己收入。 如何去提高自己的收入呢? 主要是两种方式。 第一,努力工作,争取加薪的机会。 第二,去开拓自己其他的一些收入来源。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不只拥有一个收入来源 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拓展多个不同的收入来源 用这种方式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家庭整体收入 再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台湾夫妻的例子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家庭月收入大概1.5万 10年之后,他们退休的时候整体的家庭月收入 已经提高到了5万至6万的一个水平 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努力工作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收入 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拓展不同的收入来源 来提高家庭整体的收入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截流,就能够省下更多的钱用于投资 第三个方法,定投指数基金,放大自己收益 一开始,他们每年大约省下8万元去定投指数基金 到了10年之后,他们一年大约能够省下50万到60万 用于投资指数基金 从2003年到2013年,通过定投的方式 他们积累下了大约650万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指数基金的资产,最后实现了财务自由的目标 2013年之后,他们就环游世界去了 这几年在欧美还流行一种方法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积累资产 然后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提前实现财务自由 比如有的欧美上班族,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 但退休之后,跑到东南亚等一些风景不错 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定居,国内也有类似的趋势 网上也会有一些博主,专门找那种知名度不是很高 但是气候宜人,生活成本也不高 住起来很舒服的城市,用更低的成本能生活得更好 财务自由之后,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了 而是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去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借用无见道理的话,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比如说,像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 但是很少有人会闲下来 他们仍然会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希望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